凌晨三点 红方分队在夜色掩护下 进入集结地域 展开公式构筑和隐蔽伪装 天刚亮 侦察分队利用战场电视 无人机等实施补充侦察 5号高地东北侧300米 发现低坦克 请求火力打击 接到指令后 空军和陆航分队进入作战空域 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同时 炮兵群对敌前沿火力点实施打击 并依托指挥系统 实时评估毁伤效果 适时调整打击计划 精准摧毁了敌装甲 敌保等目标 引导空军陆航 炮兵等火力单元 进行了精准打击 实现了战场情报实时共享 毁伤效果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铁报迅速前出 对前方债 实时快速 首轮打击过后 破障分队在空中力量和地面装甲火力支援下 采取机械扫雷与人工破障相结合的方法 开辟通路 坦克和部战分队集中火力 向敌防御前沿发起进攻 我们采取近远打击的方式 突出战法创新 在联合作战背景条线下 充分检验了 核生银在高原条线下 快速精准 极限用火的能力 演练中导演部还对红蓝石兵对抗 多型火力编组 指控系统重构等科目进行重点演练 在此次演练活动当中 我们研究采用了多种新战法 新打法 有效地提高了全力的整体作战能力 为未来的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